复活期 第七周 星期三 保全和祝圣 攻读圣若望福音是七章十一到十九节 那时候耶稣举目望天说 圣父啊 求你引你的名 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 使他们合而为一 正如我们一样 当我和他们同在时 我以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 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丧望之子 没有丧望一个 这是为营严经上的话 但如今我到你那里去 我在世上讲这话 是为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 我已将你的话传授给了他们 世界却憎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 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 只求你保全他们免疫凶恶 他们不属于世界 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 求你真理圣化他们 你的话就是真理 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 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 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 也为叫他们因真理而被祝圣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早上好 今天呢 我们讲默想 主耶稣这个祈祷文中 两个不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就是保全和祝圣 咱们知道啊 泛是在福音中反复出现的词 那一定是对我们的信仰生活 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两个词呢 其实无论从表面上看 或是从信仰的角度看 都非常重要 首先呢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保全对一个人来说是第一步 也是基础 因为你再美好的东西 再令人羡慕的人 伟大的人 如果死了 就是灵 我们基督徒也是人 我们的信的生活 必须建立在这第一步上 即我们一定得是一个活人 其次呢 一个人只是活着还不够 如果没有被祝圣也没有用 那可能是一个植物人 活死人 或者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 那就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连禽兽都不如 因此 祝圣对一个人来说 也是必须的 因为这是人之所事 只有被祝圣的人 才能活出人之为人的真正意义来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求圣神带领我们 怀着谦卑 和敬畏的心 去默想主耶稣口中的 保全和祝圣的意义 我们的默想分三段 第一呢 保全的意义 第二 祝圣的意义 第三 保全和祝圣的关系 咱们先说第一 这个保全的意义 那么保全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非常重要 我们也不要轻狂地说 我宁为玉碎不为法全 保全有何要紧 先不要这样说 这里的保全呢 是彰显天主全能全知的第一步 你想 如果一个连我们的基本生存都无法保护的神 还要何资格成为真神呢 所以保全必须的是第一步 那么有了第一步呢 然后才可以谈到其他的 就如咱们古语所说的 藏林时则之礼节 仪时足则之荣禄 也就是说 如果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 那其他任何高潮高尚的道理 对他们来说都没有用 所以在福音中我们也看到 主耶稣从来没有轻视过人的基本需求 无饼二语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还有在天主经里面 耶稣的前面几个祈求 在后面的几个祈求 都是要求这个最基本的需求 还保全我们不要免疫凶恶 让免疫凶恶 所以在这个天主经里面 其实就包括这两个词 保全和主圣 当然主耶稣并没有让我们停止在饮食方面 因为保全是从最基本的肉体开始 但是不能止于肉体 只是保存肉体健康强壮的保全 不是真正的保全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不要为那可洗有坏的食量操劳 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量的操劳的意思 那么耶稣不轻视人的基本所需 但是人不能只为了基本需求而奋斗 更简单的说 肉体和灵魂的保全必须同时兼顾 肉体是基础 灵魂是终点 这肉体是以灵魂为依规的 因为肉体的丧亡并不代表灵魂丧亡 那丧失了灵魂 整个人就丧亡了 但是啊 虽然灵魂是重要的 不过灵魂必须借着身体 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了肉体 灵魂就变成了孤魂野鬼 也没有任何作为 你比如说自杀了一个人 他自杀的是肉体 他自杀了 为什么说咱们天主教说自杀是罪言 因为你自杀了以后 灵魂就没办法立功劳了 肉体需要灵魂 灵魂是人之所示 但是灵魂也使肉体能找回自己的意义 当然灵魂也需要这肉体 就是去学习如何爱天主爱人 如何服从忠于天主和人 也就是说 我们人是借着肉体学习爱学习服从的 当然有时候啊 肉体为了完成灵魂 就是人的使命 就必须牺牲自己 这才是真正到了宁为玉碎 不为瓦传的时候 也就是殉道的之后到了 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什么 他的肉体已经完成了使命 那么耶稣在肉体死 就是完成了最大的使命 那耶稣为什么以前 还要保存他的身体 直到三十三岁 因为这个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说主耶稣 要求父保全我们就这个意思 首先保全我们有一个最基本 最适合我们全人发展的生存环境 当然荣发富贵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环境 这个我想没有一个 当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天主的权制安排是最好的 天主知道什么环境 为一个人是最合适的 我们看看圣祖们的故事 还有以色列子民的历史 就是天主保存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蒙子 所说的 天将将大人与私人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金骨 恶其体肤 空发其身 然后呢才说 生后知 生于忧患 赐于安乐 那么生于忧患 赐于安乐 不就是今天世人所需要牢记的吗 咱们今天很多人 肉体保全了 灵魂就丧亡了 当灵魂肉体丧亡了 灵魂丧亡了 肉体跟着也就丧亡了 你看咱们中国今天 心坏了 整个都坏了 心一坏 整个社会跟着都坏了 所以我们先得保存心 保存了肉体还得保存心 保存了心才是真正保存了肉体 还有天主也在 以不同的方式 保存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不能说 天主只是看我们 基督徒的天主 不能说天主只保存 我们对于外邦人就不顾了 我想这里不同之处 就是我们第二节要说的主圣 第二 主圣的意义 那么咱们先看说一下 主圣的基本意义 主圣是什么 主圣就是将一个普通的东西 经过主圣而成为特殊的东西 比如一件衣服 经过主圣成为记忆 一个杯子经过主圣成为圣诀 一个普通的人经过洗礼的主圣 而成为基督徒 一个平信徒呢 再经过主圣成为斯多 比如主教斯多 因此我们说主耶稣 祈求福祝生我们 也是这个意思 就路伯多禄说 至于你们 你们是特选的种族 王家的司机 圣洁的国民 属于主的民族 为叫你们宣扬 由黑暗照叫你们 进入他奇妙之光的荣耀 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人民 如今是天主的人民 从前没胜怜悯 今天却谋受怜悯 那么保禄宗徒的这个话 伯多禄的话呀 也就是祝圣有保全的意思 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 从不是走进是 从被一气走进被恋爱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问题 谁是祝圣我们的人 谁是祝圣者 当然只有天主是圣的 也只有天主才能圣化我们 不过天主有时候 天主可以直接圣化我们 不过天主有时候 可以借着受造物祝圣 也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 教会是天主主圣世界的媒介 我们今天在耶稣的这个祈祷文里面 就包括这个 媒介当然首先要被天主主圣 成为天主的子民 身上含有天主的圣 我们知道教会主圣世界的效果 往往与教会所拥有天主的圣德有关系 因为圣人对世界的影响远比一个一神同寿 无德之人大得多 其实教会一直是被圣人们带着往前迈进的团体 圣人们才是教会的大希望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天主主圣的谦卑特色 天主主圣往往也隐藏在有罪的教会身上 天主借着软弱的人去主圣他人 比如圣士 并不引一位神父的好坏 而影响圣士的本圣处 比如一个有罪的神父 他所主圣的圣体也是圣体 当然这并非说神父的圣德不重要 而是圣德使主圣的媒介 更加得心应手 就像保罗宗徒一样 那么第三呢 咱们再反省保全和祝圣的关系 那么保全和祝圣的关系 其中一点就是 天主用什么来保全和祝圣我们 天主借着教会好人 或者天主可以借着任何一个方式来保全我们 比如天主借着法郎保存了古生若瑟 借着埃及的接生婆保存了霉色 在一般情况下 天主可能会借着霉介都是好人 不过有时候天主也借着坏人来完成他的保全 祝圣工作 比如天主借着波斯王居鲁士 解放以色列子民长达七十年之久的巴比伦流息之苦 也借着巴比伦王那不高来净化他的子民 击散惩罚他们的不义和不解 因此我们说有时保全也在打击和惩罚之中 惩罚也是天主保全的一种 为了使我们不至于陷于更可怕的大灾难中 有时候天主以苦难来保全我们 另外呀 保全和助圣也是同时的 在保全的同时也是助圣 保全本身就是助圣 接着保全 我们的心被天主的真理和爱所圣化 天主的保全本身就是真理和爱 而真理和爱是天主助圣我们的力量 耶稣说 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 只求你保全他们免疫喜恶 求你以真理主圣他们 你的话就是真理 那么这两句话不就包含天主的大爱和真理吗 天主在任何情况下保全他的子民 这就是真理也是真爱 而真理和真爱是我们被圣化 成为死心塌地的爱主忠诚于主的人 所以保全离不开助圣 助圣也离不开保全 而这相得一掌 最后啊 咱们还得要说一个悲剧的事 什么悲剧啊 耶稣说 我以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 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丧亡之子 没有丧亡一个 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 我们知道有时 无论天主如何保存和助圣某些人 都无法完成心愿 这就是罪恶可怕的傲击 人可以以自由去拒绝天主的宝权和助圣 将天主的大爱拒之门外 那么在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啊 也不少 因此在这个默想的结束 各位教友们 我们也带着诚惶诚恐敬畏的心 向主耶稣说 求你赐给我们永不辜负你恩宠的力量 不要是我们的心硬 像法郎 撒乌尔和犹大斯一样 好吧 我们最后求耶稣保全我们 我们今天特别在这个邪恶的时代 太需要保全了 并且我们的灵魂肉身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肉身更需要 我们的灵魂肉身都需要 主耶稣 求你派遣圣神 带领我们走进你的保全和助圣之中 主啊 没有你的保全 我们一刻都不能生群 没有你的助圣 我们无法自圣 无法离开罪过 只有你主 求你应的真理和爱 保全和助圣我们 你是天主 永生永望 阿们 阿们 吴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